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26日 星期三 習近平發動政變之後 國內的形勢很詭異 胡錦濤已經失蹤 我們昨天已經說過了 傳他 被軟禁 在這個之前說301醫院 現在 又說不是了 已經被人安排了 去張家口一間賓館軟禁 他的兒子也一樣被人綁在那裏 再有消息傳出來 不單止是胡錦濤父子 他們的家人 也是被人劫持了 除此之外 還有大量的中共元老 一群政治老人 幾乎 全部被軟禁 聽回來的消息很嚇人 就是江澤民 曾慶紅 韓正 吳邦國 賈慶林 李長春等等 這些江派大員 他們 他們的家人 全部 被人 挾持了 或是軟禁了在北京的 軍區 軍區的醫院 這個消息我們還在核實 聽回來的名單很長 幾乎江派的大員 即是說 在這次二十大 裡面那個 常委會有四十幾個常委 四十幾個常委 其中有十八個元老 那些元老 幾乎全部被人軟禁了 我有問消息人士 宋平 看不到名單 可能太老了 做不做甚麼 但是 江澤民 點了幾個名字 江澤民 曾慶紅 然後就是 吳邦國 即是上次沒有出現那個 朱鎔基 和朱鎔基 老朱 他們 連同家人 都被人軟禁了 聽回來也挺嚇人 軟禁了 即是說 習近平 如果真的這樣行動 就分開兩批人來軟禁 江派的人 軟禁在北京軍區的醫院 301醫院 305醫院 等等 這群的 解放軍這些醫院 連家人也控制了 基本上 沒有人可以反抗 他們 現在 其實我看到還有人想著有懷有希望 會不會有機會翻盤呢 其實現在真的不能翻盤 因為 特勤局 即是用特勤局的方式 即是那些人馬 控制了元老 他只是說保健 防疫 帶你看醫生 那麽 你基本上 這等於軟性的 歉持 你也沒有他扶 老人家 家裏有大有小有亂有老 根本就沒有辦法反抗 好 之前我們曾經也收過一個消息 就是說 江澤民的衛隊 幾個衛兵 都被黃小紅的特勤局搞定了 被人控制住 現在 現在 監視江澤民 即是軟禁江澤民的 換上 黃小紅的特勤 他們 每個人 每一個人 是有專業的 醫生 護士 以及特工 是看著他們 每一個政治老人 江澤民 還有黃野平 還有江綿衡 當然 如果你要抓江澤民 一定控制江綿衡 沒可能放他 他的孫子就走了去新加坡了 已經沒有再回來 江澤民就走了 幸好就可以了 這個消息 究竟 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 跟大家分析一下 因為我們 每天天都收了很多消息 有些太減了 我也不說了 他說到 劉鶴 孫春蘭 都被軟禁了 我又覺得不合理 劉鶴 孫春蘭 關了甚麼事 他又說 楊潔篪 王岐山 王岐山有可能 王岐山有可能 但是孫春蘭 自己有來的 軟禁他做甚麼事 總之 有不同的消息 我們先跟大家說了 跟著我們分析一下這個消息的真偽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有網友問我們 受到Youtube的打壓 其實是來自新加坡的一批人 因為 新加坡那邊 每逢 所有華民的Youtuber Youtube的 account 全部都是判了給新加坡公司 負責 因為 美國的總公司不懂中文 你講中文的 廣東話的 普通話的 總之華文 有華語的Youtube 全部都是由 新加坡 外判公司去管理 這間公司 全部都是大陸人 是由大陸的經營者去管理 我們 當時透過 那些好朋友 就直接找到Youtube的總公司 找了CEO去談 他也說 他們也是在找證據 叫我們提供證據給他 看看有沒有 有沒有可以 有沒有證據可以 跟他終止 就是說他 做中共代理人 我們交了很多證據 不過到現在 都沒有任何的回覆 我們最近他是有放鬆對我們放鬆的 那個叫做 廣告 是 正常來說 除非有敏感的都是黃標 我們之前也有 一般都可以買到廣告 不過 他 會找一些 尤其是二十大 我們之前被封了一個星期的 就是二十大之前 也封了我們 不讓我們出聲 我們只能去後備 後備是全黃的 黃到離譜 沒有廣告 黃的意思是沒有廣告 沒有廣告不是代表你看的時候沒有廣告 是你看的時候照有廣告 但是他不給錢我們 黃標 他那個寫著就說 你的影片可能不適合大部分的客戶 實際上他是照賣廣告 不過不分錢 我們 也希望大家 經濟去好的朋友可以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因為現在我們只剩下Patreon 其他戶口被封了 如果經濟不好 我們也明白了 大家共渡時間 你可以用無限大法的點擊廣告 幫我們 點擊廣告 以及 分享我們的節目 在節目下面留言 增加互動 多謝大家支持 首先我們說說傳聞 現在上面也有很多消息傳出來 他們就是差不多江派 的人幾乎全部被控制 連同他們的家人 即是老婆 子女 全部都軟禁了 那裏有多少人呢 起碼是一百幾十人 當然 北京解放軍醫院不是一間的 是不是全部被控制了呢 我也不敢說 這個消息 我覺得 起碼 控制江澤民 朱鎔基 鄭慶紅 這些最有份量 最大顆的人 我也是會的 至於溫家寶有沒有控制呢 我也不敢說 因為 看回習近平在這個政變那天 溫家寶的反應是沒有反應的 可能是溫家寶妥協了 又或者 可能被人軟禁了 我也不敢說 另外 胡錦濤被人軟禁在張家口 這件事就傳了很多天了 最初 就說他在 305醫院 後來 就說 在張家口一間賓館 就把他軟禁了 當然 夾他就夾了他老婆了 要跟大家說 很多人說他老人癡呆症 又說他怎麼樣 當然昨天 我們找了一條片段出來 就是他的前傳 就是栗戰書 他要看文件 栗戰書阻止他 很明顯他就是要看文件 就不是因為病 病 你用甚麼 去封殺他的微博 你用甚麼把他在北京東澳的片段 把胡錦濤的片段全部刪除 你用甚麼把胡錦濤變成敏感詞 病 不是應該去照顧的嗎 為甚麼搜索不了 他現在的問題 是在政治上被人 打壓 是前總書記被人 政治打壓 接下來 就要鬥誇鬥 臭胡錦濤 這個是一場 政變 很多人不肯承認這個事實 我看到有很多 主要是 否定集下理上的人 就是造謠的否定 他明明看到這麼離譜的事情 他們也是睜大眼說謊 原因是 他們沒有辦法自圓其說 因為他們否定有政變的說法 根本 在中共就是充滿著政變 天天都可能發生政變 而且 習近平 是做了很多很多這些骯髒的手段 這次的傳言 我是百分百相信 當然所有的名單我不能夠全部相信 但是 我覺得 控制著 剛派幾個重要人物 控制著團派幾個重要人物 令到他們 軟禁 當然 不會完全 可能不會殺他們的 但是 會令到他們永遠 沒有辦法再露面 沒有辦法再發聲 這個是 習近平會做的事 會不會殺他呢 我覺得是 不會殺的 不過 用軟禁的方式 已經是可以 做到震懾作用了 將來 要對付其他紅二代 例如 身份比較顯赫 因為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 當時做的官不高 而且 他本身 也不是 他在62年他父親就倒台了 他父親跟 高崗 當時他的 西北軍是高崗 是劉子丹那些 那些沒有了 劉子丹轉 實際上還被人批判 所以 他一直都不是 權力核心裏面的 高幹 他比起陳雲 鄧小平 陳雲 彭真 李鮮念家族那些 贊得圓了 別人高他很多 楊尚昆家族也好 楊尚昆家族 楊家長一早被江澤民鬥低了 所以 我覺得他接下來 是會盡量去清除這些 將你們變回普通人 總之 不殺你也可以 你們做普通人 不可以再有任何影響力 有錢的 你不要貪那麼多 可能要你扭很多出來 總之 生活你過得去就算了 我覺得他是會這樣做 接下來會清算一些 給他高的紅二代 即是 以前盃份比他老爸高的那些 他一定會全部清除 他一定會起用一些 就是 不出名 你是老熊君 但是 地位身份 是他老爸 下屬以下的 級數 那些 那些的紅二代 他就會重用 其他的 身份地位比他高的 一定不會重用 你說朱德的兒子的孫 劉如的兒子的孫 一說出來當然是顯赫習仲勳的 那些 一定沒有人客 一定不會重用的 我敢說 甚至乎 會加強打壓他們 我們是從 習近平的性格去分析 傳言 江澤民 曾慶紅 朱鎔基 吳邦國這些 我認為 應該是真的被軟禁的 因為這些對習近平真的有威脅的 誰知道你會搞甚麼 賈慶林這些也是 雖然是他的大哥 胡錦濤也是這樣對待 賈慶林 不會放過你的 他現在不會有大哥的 因為做皇帝 皇帝是不能有大哥的 如果有看朱元璋傳的話 你就知道 朱元璋 當時跟湯和 跟這個 徐達 常宇昌他們結拜 大家清兄道弟 但是 他 當了皇帝 清兄道弟也不行 你 要不就要當了皇帝 你不要想著 跟他清兄道弟 皇帝 不可以有上司 不可以有大哥 不可以有阿公 所以這些大哥阿公 一定要殲滅 團派 另外也有傳 就說 連 李克強 汪洋 胡春華 都被軟禁 軟禁的地方 可能也是在胡錦濤附近 不知道是否是張家口 還是在其他地方軟禁 這個消息 我又 未核實到 我覺得 我這個半信半疑 對於胡錦濤 我就覺得一定會被軟禁 但是 李克強 汪洋 胡春華等等 有沒有被軟禁 或者是否真的被人劫持 以及他們是家人 一劫就劫了家人 這個 我就一半半五波 半信半疑 因為始終 這個 我也覺得 是不是會那麼急於動他們呢 因為他們 已經沒有了 政治局委員 即是沒有了任何權力 基本上 做到甚麼呢 其實甚麼都做不到 即是他們的影響力 尤其是 他們不動軍隊 甚至沒有人理解他們 這些 真的是沒有甚麼影響力的人 胡錦濤 畢竟是做過軍運主席 不知道會不會有 軍隊裏面有人同情他 最怕這件事 他不怕一萬 最怕萬一 所以 他一定會把 胡錦濤 我想遠禁到死為止 連他的兒子也是 剛才說回胡錦濤 那些人說他 心臟病 老人痴癌 他老婆 當時 全黨就頒了一個榮譽給他 就是中國最優秀的護士 照顧胡錦濤冒昧不治 你當時說謊 老人痴癌症 他是有柏金順症 問題 柏金順症手震 他不是完全癡癌的 當時很明顯 就是 他要看文件 被人調包了 他不讓他看 然後胡錦濤就想動手 誰知道就被他壓住 然後就 被他壓住 根本就很明顯是一場政變 而習近平 會做這些事是百分百的 現在有些人幫他洗白 我也不知道你們有甚麼目的 那些人還說是攬炒派 還說是反共 根本這些人不是反共 其實他們就是習近平大外宣 接下來 就是專門幫習近平洗白 習近平以後做甚麼壞事 他們都出來否定 習近平不會做這些事 彷彿 習近平好像是一個好人 好像 在做好事 所有 對他那些不利的傳言 他們都出來否認 這些 很明顯就是大外宣 很明顯 他們是勝習的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裡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驚 我認為 製造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